這款遊戲叫做Space Frontier 2 那中文應該是太空邊境的意思啦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有一個太空說 他說你要在這個綠色的範圍內點擊 他才能夠拋棄他的那個零件然後往前衝 因為太空中沒有任何重力什麼的 你只能靠這些作用力反作的用力往前 可以看我目前在一個星球上扎贏了 不知道可以幹嘛 然後這邊他提示說我可以往我的太空說裡面多裝一些太空人 那好像這個是升級我的那個做不叫做長那個零件 那這邊也有不一樣頭可以選擇不過都還沒解鎖 這邊有點像是在探索外太空的感覺 那他的配樂也蠻平靜的 就真的有一種太空中的感覺 OK我超越剛剛的紀錄 因為多了一個那個零件的關係 那他好像每到一個距離的範圍就會自動轉移到某一個星球上注點 那可以獲得金幣這樣 那我帶出去的人越多好像跟我之後獲得的金錢是有相關的 那金錢可以拿來升級我的零件或者是增加我的太空人數量 那這邊我看就多帶一點好了 然後順便升級一下零件再出去 因為升級每多一個零件就可以多多多衝衝刺一次的感覺 那相對的距離肯定就是比較遠 那這邊按這個好像有分三種等級吧 一個是good然後再來是perfect 再來是insane 那insane就是可以直接瘋狂的往前衝 那我現在又往前衝了最後一次的吧 到達6000多的距離 這單位不知道什麼可能是分數也有可能是距離 然後到一個新的星球上也有額外的獎勵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小人們就這樣跑出來探索這個星球 還蠻可愛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就是 看能不能到達更遠的地方 因為你如果不升級的話 你能飛到的那個距離感覺就是永遠都落在差不多那個距離 那就都在同一個星球上啊 我們應該要往更外圍去探索星球 人類總是想要往外太空發展 看能不能找到第二個地球 我可以生存的地方 來衝衝衝衝 衝衝衝衝 剛好是六千多現在超越超越超越要超越水水水水 再一次最後一次 哦 我直接穿學那個星球 一萬多一萬多 來到這個 吐色的星球 錢錢給他蠻多的 然後可以看到右上角還有一個大概每小時給你多少錢應該就是小人到達星球之後他們會 開採 或是開墾之類的吧 然後你到達星球之後你也可以轉動這顆星球來看一下目前的發展狀況 好啦那拿這麼多錢繼續升級吧 好長一次太空座 升級滿了 所以我升級滿之後應該怎麼辦 看一下 剛帶好多人出去啊 相信我這一次一定可以就是 到一個很好的星球上 人這麼多對不對快速開採 來往前衝 衝衝啊 再一次再一次 超出螢幕了 不見了等一下 喔 所以我沒有按好會直接炸掉耶 哇 那那些太空人就死掉了 喔好慘喔 沒關係 我這邊錢很多再派20個出去 哇 所以沒有按好太空座會直接炸掉 好我會小心的反正 有時候就是 保險一點的飛齁 如果只是要 開採一些資源的話 不過人總是會 想要去冒險 這次有機會了吧 喔剛好 衝衝衝衝 這個 哇 水呀 這完全新高耶 看來就是那顆紅色的星球 20個人 成功的到達星球 好棒喔 成功到達就有一種 苦盡甘來的感覺 看這些小人在上面跑來跑去 那在發射台左邊這邊有一個 應該算是銀河系的概念 Galaxy 那目前我們是在太陽系 那因為我剛剛達到一些成就 所以他送我一個探索太空書 按下去之後就會自動 出去探索新的 新的 太陽系之類的吧 喔 到了 我還可以自己取名 就叫 Sung2好了 反正 太陽系二號 還蠻沒梗的不過 隨便取啊 不重要 然後到了一個新的星系之後他有 又又重來了的意思 左下角那個醫院就是直接看影片增加太空人 太空人的價格也變貴了 零件的價格也變貴了 不過我們還是試著出發一次看看好看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先把現有的太空桌先升級一下 看起來玩法還是一模一樣 只是 就是價格會不斷的往上升 因為類似你佔領的越多星球 金幣產量越高 你說類似殖民地的概念吧 我是這樣想 好啦這一次完全沒有到一萬多分 不過 7500左右 7500左右 好吧反正就是一直飛一直飛 這邊喔佔領新的殖民地 我又到7000多了 所以如果到同一個星球會怎樣 還是有那個錢 上面有建築耶 之前到那邊建了一個工廠 然後還有一個小房屋耶 喔有一種 有一種養成的感覺 這個 這個做的蠻用心的耶 我好喜歡這功能喔 我現在的目標完全變成想要看他們到底發展成什麼星球了耶 我來來來一萬的這個星球 我怎樣發展新的現代汽車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的 太扯了吧 不是才幾個小人嗎 有衛星耶 好酷喔 是不是人帶的越多發展越快啊 這個 哇 好啦反正Space Frontier 2這個遊戲太空邊境2呢 我本身還蠻喜歡他 就是那個殖民地會不斷發展的那種功能啊 這真的小巧思做的很棒 那他玩起來其實也沒有很複雜 其實就是不斷的點那個 脫離的那個圈圈什麼之類的然後到達新的星球然後來開墾 那你在不斷探索的過程中也可以不斷的到 然後其他星系去做開發 那 金幣產量就越來越高然後你就可以一直往外擴展這樣子 還還蠻不錯的一款遊戲啦推薦給大家 那一樣最後就是想看我家影片你可以點片左右兩方 就先這樣囉 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